2010年专业的珍珠奶茶的连锁店升行 直接跨过陈生食品跟后勤单位做采购 顿时陈生食品的内销市场就顺序的滑落 这时候我们思考了如何从内销转为外销 我们加入了阿里巴巴开启我们的外销制度 初期在开创外销团队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满头雾水不知道怎么处理 那时候其实公司并没有所谓的制度跟资源 所以我们循序渐进利用阿里巴巴上面的一些数据 一些inquiry一点一滴的去建立我们跟客户的关系 也透过了数据我们运用了展览 让我们很清楚我们可以到哪些国家去展览 是比较有效益的 那逐步的一点一滴累积的客户 尤其是我们外销脱销有成 那时候还记得有一个德国的客户 直接费来台湾红着两百万的现金 作为定金 直接下定了五个货柜的商品 而且同时要求希望能够成为德国的代理商 那时候让我们更有信心的 让我们珍珠奶茶能够透霄到全世界 通过阿里巴巴的B2B平台让我们可以比较轻松的可以跟客户做接触 那其实每天客户所寄来的inquiry 我们都可以及时做回复可以做有更多的订单的转化率 那另外的话在数据管家会让我们更了解全世界对于珍珠奶茶的关注度 那再配合直接线下的展览我们更精准的利用有限的资源去到各个国家做深度的开发 通过阿里巴巴平台我们线上及线下整合性的发展 那我们目前已经服务了超过60个国家的客户 那每年平均大约出220个货柜到全世界 因为参加十大网上的比赛 让我重新去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将珍珠奶茶透过外贸拓展到全世界 我们从团队建立人才培训跟所谓的整体的后勤资源产销协调的 让台湾的珍珠奶茶更能够在全世界发展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有遇到了蛮多的门槛的 因为我一直在思考有什么东西能够在比赛中分享给所有的听众 让他们藉由十大网商的比赛能知道说 其实台湾其实有非常非常有许多的竞争力 例如珍珠奶茶或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产业是相当有竞争力的 由于台湾是珍珠奶茶的发源地 所以成人食品更有责任将珍珠奶茶脱销到全世界 许许公司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 让我们继续持续的电子使用电子商务平台 以及人才的培训 让全世界每个角落都喝得到珍珠奶茶 感谢观看